重啟服貌的議題掀起了正反兩面討論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發出了四點聲明 重申自己的立場 科文哲強調目前還沒推出白皮書 認為根本是抹紅的認知戰 自己之前不是反對服貌 是反對黑箱 同時也表示 兩岸經貿往來必須法治化 正常化 應該透過立法 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規範兩岸的經貿往來 讓經濟成果全民共享 而不是被買辦集團把持操控 而且貨貌應該比服貌更優先討論